剛在系列中的這個系列機體們 具備著能夠自我成長的系統 能因應戰場情況自動生成當下最優勢的裝備 透過專用的換裝系統大幅提升機體戰力 同時這系列機體搭載的系統 曾經作為兵器變成跨越了三世代的詛咒 但在劇情的最後卻搖身一變成為醫療用途 成了締造和平的幫手 肩負起了救世主的稱號 他們就是 Edge 系列機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鋼彈主角機戰技第二回 來聊聊一個想提到的系列機 他們有著知名機體設計師 海老川殲5親自設計的帥氣外型 卻因為作品、角色、人設等各種因素下 討論度不算高 導致很強的實力跟設計性都被嚴重低估 我本人相當喜愛的 Edge 主角機系列 想跟大家分享他們這幾台機體的魅力 介紹一下這個明明很有特色 卻時常被觀眾忘掉的 Edge 系統 今天的影片將從起點的 Edge 1 開始 到達 Edge 系統所給出的最後答案 也是最強最完美的 HFX 一架架的為各位深入介紹 這些優秀卻被低估的機體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鋼彈人物坦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 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在開始介紹第一架機體之前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套貫穿整部作品的 Edge 系統 作為明日野家代代相傳的傳家寶 其中 Edge 系統中最關鍵的核心 Edge 裝置中裝載著 明日野家代代研究的技術結晶 包括鋼彈的設計圖 都是被記錄在這個裝置裡 而在菲利特被迫接受了成為救世主 這個過於沉重的詛咒後 他與聯邦共同開發出了第一架 搭載 Edge 系統的機體 並與聯邦合力將 Edge 系統完善化 透過鋼彈、Edge 裝置、Edge 建造機 三者的互相配合下 菲利特成功實現了這套 Edge 系統的運作 而這套 Edge 系統強大的地方 就是在於它能夠在戰鬥中不斷成長 透過類似生物的進化系統 收集戰鬥時的各項數據 再透過機體的天線將資料回傳 讓 Edge 建造機能根據收集到的資料 即時生成出能對應當前戰局的武裝 累積各項數據作為改裝機體的建議 算是一套使用的時間越久 就能製造出更強大機體的黑科技 搭配上 Edge 這部 強調家族世代傳承的作品 有著凸顯作品主題的特色 大致介紹完了 Edge 系統後 讓我們來看看 Edge 系統的起點 第一世代主人公 菲利特 獨自與軍方合作開發出的機體 鋼彈 H1 高度18公尺 重量43.4公噸 鋼彈 H1外觀設計明顯 對照初代鋼彈 RX-8 身為 AG 世代第一台鋼彈型機體 鋼彈 H1是菲利特 根據母親留給他的 Edge 裝置 和軍方合作開發出的第一台機體 同時也是第一架對上微鋼時 能做出有效反擊的機體 在歷史和技術地位上 H1都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並有著救世主之稱 機體性能上 H1 裝有明日野家特殊鍛造的鋼材 有著相當高的防禦力 並採用了菲利特自己編寫的 OS 將機身每個部位都區塊化 分別加以管理和操作 使駕駛得到最佳操作力 同時也能監測機體各部位的狀況 在基本型的固定武裝上 鋼彈 H1只有簡單的光束軍刀 和光束步槍 給人一種簡潔概念的印象 但搭配上 Edge 系統 收集戰鬥數據後 Edge 建造機替它打造了不同的模式 可供切換 因為形態過多 我們主要聚焦在動畫中 有登場的模式 在動畫中最主要出現的 有兩種模式 分別是特化的速度 神式忍者外觀的飛焰型裝備 以及強化近戰能力 具備著大拳頭開扁的重擊型 這兩者真的是 Edge 1 的經典造型 尤其是那個飛焰型 有著帥氣的藍黑配色 加上相當有線條感的裝甲 搭配上武器匕首的使用 整家機體給人一種忍者般的訓解感 相當帥氣 而另一個型態的重擊型 則是跟飛焰型相反 有著相當壯碩的肌肉感 沒有像飛焰型那樣的輕盈 而是走一種大拳頭的魔汗路線 戰鬥方面強化的晉升戰 能使出多種格鬥技 對敵人進行打擊 最重要的是 這家各項定位上都十分重要的 Edge 1 在劇情中有著相當出色的表現 陪伴著飛利特一路從少年時期開到老年 甚至在最終決戰時 都還能有效的對敵人造成威脅 完全不像古董 可見Edge煙行機的強悍實力 但在之前聊Edge劇情的影片中 我也有說過 這家機體雖然承載著眾人的希望 被大家稱作是救世主 但實際上對飛利特來說 這家H1卻是詛咒的開端 從他沒能救下幽靈的那一天開始 H1就束縛了飛利特往後的人生 因此我認為 H1實際上是一家相當諷刺的機體 時間點來到了第二世代 主角的位置交棒給了飛利特的獨生子 阿瑟姆明日野 同時Edge系統也根據 阿瑟姆曾駕駛H1時得到的戰鬥資料 開發出新機體 而這家全新誕生的鋼彈型機體 就是這家鋼彈H2 高度18.3公尺 重量28.7公噸 在外型上相較於H1 樸素簡潔至今RX-78的風格 H2則是走一種較為高調的外型 可變形成飛機的部分 完美致敬了ZETA鋼彈 那說起H2外觀最顯眼的部分 還是分別裝在肩膀上的四枚一刃 流線、簡潔、大方、帥氣 武裝方面 除了鋼彈機體標備的頭部火神砲 和光速軍刀以外 H2的主武裝是一把高出力的光速來斧槍 強大的威力 一槍貫穿兩架MS都不成問題 另外H2相較於其他三台H機體 也是唯一擁有變形機能的 在戰鬥中時H2可以根據戰場情況 變形成為飛機外型的飛躍型態 大大強化了機動性 在機體推進力上是MS型態的三倍 搭配上阿瑟姆精湛的駕駛技術 可以不斷在戰鬥中切換MS跟MA狀態 讓對手難以預測軌跡適當的進行齊襲 是一架相當著重於機動性的機體 同時H2也有著對應的換裝型態 是H系統為了使H2可以同時應對複數敵人所開發出的火力特化型態 H2雙砲型 在雙砲型的裝備下 H2會將原本雙肩的翼刃換成兩門大型加農砲 最具特色的這兩門加農砲除了作為遠程武器使用 更是能將砲管解除作為大型的光速軍島使用 H2作為阿瑟姆的愛姬 在第二世代篇結束後 算洩除了H裝置 但卻沒被冷凍 而是隨著成為宇宙海盜的阿瑟姆 被改造成了黑獵犬樣式 進行了一次相當大的翻修 原先頭部天線和胸前H系統的地方 被放入宇宙海盜的骷髏標誌 並將整體配色改成了紅黑兩色十分霸氣 整體武裝改為近戰取向 裝備上了長矛、刺槍 以及相當具有特色的振動矛 具備有限的射出型武裝 能透過勾住或捆綁住敵人 發出高壓電擊制服敵人的MS 雖然武裝上看似比原型的H2不帶威脅 但多樣化的武裝 配上阿瑟姆最強的駕駛技術 黑獵犬可以在任何對戰中發揮出優勢 這下已經有年代的機體 在決戰時面對上傑哈特所駕駛的 最新科技鋼彈雷基爾斯 居然是一分鐘不到 一套combo就拆光對方 這強悍到絲毫不給對手面子的表現 甚至讓官方必須在後續的總級篇裡 加長這段戰鬥中雷基爾斯的表現 才算是給他拿回一點面子 黑獵犬打起來根本瘋狗太狠了 而時間點來到第三世代的齊歐篇 作為作品的最後一個篇章 三世代中主張和解派的齊歐 本身就有著相當特別的待遇 除了他13歲就覺醒了父親阿瑟姆 曾經夢寐以求的X-Rounder能力 成為了超強的戰爭機器以外 在駕駛機體上 更是除了繼承了鋼彈H3之外 還有一架最強的Edge機體FX 真的是整部Edge中的優待組 而回來看齊歐的第一架機體 鋼彈H3 高度18.5公尺 重量68.4公噸 身為第三代的Edge鋼彈 H3是Edge系統 藉由齊歐的模擬戰數據 進行整理後所製作出來的機體 有別於H1、H2都走精壽的風格 H3則是在基本形式 就有著相當壯壽的體型 有著能分離的核心戰機系統 武裝上也不難看出H3 這是一台大砲風格的機體 明顯致敬了Double Zeta 一部作品網羅了UC前三大主角機設計概念 H3的主武裝 希格瑪西斯步槍 是才以光子爆裂加龍砲的技術製成 威力相當強大 身為Edge家族的一員 H3同樣有著專屬的換裝模式 分別是對於砲擊能力再度強化的H3要塞型 以及對於機動性進行高速特化的H3軌道型 在要塞模式下的H3 基本上就是一台會行走的加龍砲 裝載的四門希格瑪西斯加龍砲 帶來的火力是雙砲型H2的兩倍以上 同時要塞型態也是針對陸地戰開發的特別型態 雙腳上裝載的懸浮裝置適合在沙漠或濕地等地形戰鬥 並保證行動能力不受地形影響 而H3軌道型則是對應著陸地戰強化的要塞型 是一架針對宇宙戰強化的機體 此型態並沒有對火力增強 反而是降低了加龍砲的輸出功率 使它的填充時間加速 並在身上加裝了許多推進器 讓H3在無重力的宇宙中 能夠達到高速移動和隨時改變方向 原本基本型的高輸出打法 變成著重於速度的奇襲型打法 但H3雖然表面上看起來 已經是相當成熟的王牌機體 實際上就在劇情中的表現 真的是不怎麼出色 因為隨著劇情的推進 齊歐的XROND能力也越來越強 這架靠當初模擬戰數據所開發出來的機體 實際上已經無法跟上齊歐的反應速度 因此在和鋼彈雷基爾斯交戰時 H3受到了重創 隨即在宇宙中爆炸泄目 成為了劇中第一台戰破的 H系列鋼彈 出場了僅僅10話就泄目 而且因為後續還有一台更加亮眼 根本開外掛的FX H3表現少到幾乎都快讓人忘記了 這還是比較可惜的 想想 阿瑟姆用H2這古董就可以拆光雷基爾斯 其唷 你爸爸果然還是你爸爸 而在H3謝幕之後 H系統再次經過無數次的演算 將過去所有H系鋼彈經歷過的戰鬥數據整合起來 得出了最終最強的鋼彈最後型態 鋼彈HFX 高度18.5公尺 重量63公噸 機體名FX的意思是Follow XRONDER 表明了本機是一架XRONDER專用機 讓本身就是超強XRONDER的奇歐 可以完美展現它強大的反應力跟感應力 本機身為最完美的鋼彈 已經不需要換裝系統 就能夠應付各種戰況的能力 機體不具備換裝能力後 取而代之的是 HFX的主武裝 史坦德格爾步槍 有著三種型態能夠切換 分別是一般型態 充能型態 和火箭炮型態 能夠即時發射出不一樣的攻擊 但是說起本機最有特色的武裝 還是裝在身上的這些浮游刃 身為XRONDER的專用武裝 浮游刃能在發射出去後自由操控 並對敵人做出難以預測的切割攻擊 並同時能作為盾牌和防禦立場使用 給人一種00框塔在作戰的即逝感 HFX之所以能夠被稱為鋼彈的最終型態 是因為在機體內還安裝著一個隱藏的模式 是被命名為FX Burst Mode的能量爆發模式 在機體進入這個形態時 機體身上會長出許多光束刃 並且整架機身都散發出藍色的光芒 在機動性和輸出功率上 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由於進入這個狀態後的FX 基本上就是一個地圖型武器 雖然強大也十分危險 對於有著不殺主義的齊歐來說 不到緊要關頭 他是絕對不會開啟這個爆發模式的 因此在劇中 齊歐其實也只開啟過這個形態兩次 但強大的實力表現 卻讓觀眾們深刻的記在心中 對於這架最強的Edge系鋼彈 有著強烈的印象 在最終戰後 維崗人與地球人達成了和解 原本這套作為戰爭兵器的Edge系統 也被菲利特拿去協助開發 能成功對抗火星病的解藥 至此這套Edge系統 成功從戰爭機器 轉變為救世主的真正象徵 完成了當初菲利特被託付的真正重責 救世主 替Edge的故事畫下一個超級完美的句點 這些Edge系列的主角鋼彈 當初因為作品風格、人物設計等等原因 受到許多觀眾的不樂見 但在後續的作品中 仍然以優秀的機體設計 不斷地向觀眾們證明他們的價值 也在近幾年變成相當人氣的機體 相信我 拋下成見看看他們 一定會有不少的收穫 那以上就是這次對於Edge主角鋼彈機的介紹 不曉得大家對於這橫跨了三世代的機體 又有著怎樣的想法呢? 又或是想看到我介紹哪部作品的主角鋼系列呢?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喜歡這影片的話 麻煩按一個喜歡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有的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呢?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這裡面的地方 為什麼不瞭忍 的地方 那麼等一下 謝謝你 謝謝你